才刚变成绿灯 白色旧车飞快开向路口 蹦得一身撞上机车 从路口监视器可以看到 擦撞后下一秒 周氏的白色旧车继续冲向 正要左转的黑色乡行车 救护车抵达现场 机车骑士左舌骨折 周氏驾驶和乡行车上 两个人都是轻伤 这场连环车祸一共奏成四人受伤 可能因为喝酒的关系 精神恍惚为注意车前 还原车祸经过 白色轿车先擦中前方 停等红灯才刚要起步的机车 撞击之后还没有减速 下一秒再往前 撞上左转的黑色乡行车 黑色乡行车车尾被撞偏 猛烈的晃了一下 被撞飞的机车倒地滑行 波及到一旁行驶中的白色旧车 四台车卡住了整个路口 黑色乡行车车身受到剧烈撞击 车上一男一女要赶去日本旅游 好险命大只撞到头顶 有点头晕手脚擦伤 做完笔录之后 马上飞奔机场 差一点就赶不上飞机 一路坐大合大概三点多差不多 然后六点的飞机 就算有心请完 他那个体力也没办法 因为他脚有受伤 那个也走不远 骤士驾驶 灵性大学生和朋友 在KTV唱歌喝酒 结束之后要回大村的租屋处 酒驾骤士 灵性大学生酒测值高达0.77 一次酒精作用还过头 失控冲撞 记者陈萌辉的洛珍 彰化采访报道